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4号 星期五 美国两党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一个迷思 就是两党它支持的集团还不一样 共和党支持美国的能源集团 民主党支持军工企业军工集团 所以民主党现在支持了打仗 共和党就是说它反战 不支持打仗 不让国会批钱给军工企业 但是共和党支持美国的能源集团 你看 美国政治新闻 Political 4月13号的报道 说美国液化天然气行业 他们现在喊出一个口号 说要想出口致富 人民币不可或缺 美国天然气行业 希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用于建设计划中的出口设施 那么与中国来签订合同的 这至关重要了 美国能源情报所的数据 融资不足 会导致液化天然气新项目的建设推迟 说这些项目只要一旦建成的话 将能够让美国目前的产能提高三倍 所以希望得来自 得到来自中国的这种肯定和支持 要跟中国签约 那么在获得项目资金方面 中国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 2021年美国有超过12%的海运液化天然气 都是卖给中国的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卖 美国液化天然气贸易协会中心的执行主任 李德尔说 说我们美国液化天然气贸易协会 已经就此事告知了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 他说中国是美国能源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 我们必须底下的卖 你们必须在国会要支持我们 你知道现在国会就是说联合起来 两党两面都是反共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件事上出现了非常奇怪的意思 美国天然气贸易协会显然非常成功的 说服了大部分的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 本来都说服掉了 甚至包括里边那些坚定的反华的议员 也都说服了 美国天然气贸易协会 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著名的泰德克罗斯 他说尽管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 但是在液化天然气贸易方面问题不大 个人和公司可以和中国做生意 我们支持 我们又不是要抵制中国整个国家 对不对 你看这话说的 然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这些工党人 也是支持中美天然气贸易 他给理由他这么说 他说这可以促使中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天然气 并且为美国创造更多机会的机会 这不是好事吗 那你卖芯片 让中国在芯片上依赖你不完了吗 你不卖芯片的 对不对 所以反正当然就说可能芯片是高科系行业 天然气这基础含量不是特别高 还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共产党籍的参议员 吉姆里施 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共产党籍参议员 比尔卡锡迪 都是支持 他们都说我们支持自由市场的运作 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的 应该 市场自由 他们自己想卖就卖 没有关系 这不受限制 那芯片呢 那芯片也怎么限制呢 对不对 问题不在这 他说企业 他说以中国签订的订单 可以推动的新项目的建设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但也是美国的朋友 一滴一游 认为天然气贸易是国际惯例 这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好事 要支持 但是有一个人 稍微有一点点质疑于谁 马克罗比奥 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马克罗比奥 他现在就说 他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有没有必要 就是说当然你说跟中国签列协议 给出口天然气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本国还需要能源 还需要天然气 我们自己的天然气也不打地 对不对 为什么不跟我们不优先卖给自己 他认为美国现在应该优先 为美国自己本土提供足够的能源 说我们自己能源都不够 对不对 你卖给我们 我们自己拿钱投资不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卢比奥也没有提出任何要限制 向中国出口 液化天然气的这种意思 他只是就是说 可以先卖自己一些 有这意思 但是其实说白了 共和党看着很明显 共和党的这些人都拿了美国液化天然气协会的政治捐款 懂吗 都拿了 民主党那边为什么不说话 这个来讲 我还可以理解 为什么 是这样 民主党那边其实是反对开采能源 他搞绿色环保 什么石油开采 还有跟加拿大不要建一个什么天然气管道是什么的 他也不让见了 说破坏环境什么的 所以民主党跟这些什么液化天然气 还有美国的石油开采商 南南开采商 这关系不好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据我所知 这些人做政治捐款的时候 还是比较公平的 尽量的都是 就是说共和党 比如说给两块 那边也给两块 都差不多 但是民主党那些人就说不反对 但是不说话 也没有这么支持 但是不说话 道为不愿 军工集团 按理说军工集团 应该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军工 应该差不多才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显然 就是共和党对继续 国会拿钱 跟美国军工企业买武器 给乌克兰这事 他不支持 但这个事对军工企业是不利的 所以 这个我想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共和党 他不支持军工集团 民主党现在看起来比较支持军工集团 能源集团这个事 我比较能理解 因为破坏环境 民主党他现在讲那种绿色 号称自己的绿色政党 讲政治正确 他不方便公开说 但是他实际上 民主党也不太什么 反正 反正美国两党政治的一种迷思 特别有意思 你仔细看 你能看出这种 特别明显的 就是说某一个行业 跟某一个政党挂钩的倾向 特别严重 你知道吗 而你会发现美国的各个企业的这种工会 工会跟民主党的关系成为好 你知道吗 按理说2020年川普被做下去之后 其实有很多工会的工人是不满的 想要造反 要抗议 要罢工的 所以我们都被工会给压制下去了 你知道吗 等于工会的这些头们出卖了工人利益 跟民主党的沆瀣一气 出卖工人利益 把本来工人要搞罢工的就摁下去了 你懂这意思吗 要按当时这个情绪来讲 当时情绪很大的 只要工会默许 或者 不要说组织就默许就行 但是工会是非常反对的 工会等于跟民主党 不知道民主党承诺给工会什么好处了 不过当然了 你看拜登上来了之后 他就是 他要设置美国电动车的标准 他把什么福特通融克莱斯勒找来了 然后到白宫 他们开会 要制定了未来电动车的标准 不叫特斯拉 美国人民都懵逼了 就觉得 这个不是 你这个福特 同种 克斯拉 尤其是你看 就最近这两年 他们还卖点电动车 这个拜登叫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是一辆电动车都不卖 没有一辆量产的 一辆都不卖 一辆电动车都不卖 找了三家燃油车的品牌来 在白宫 给电动车的未来做标准 特斯拉那边 伊德马特 那心里一万只草一马带奔倒 我觉得你这不是在搞我吗 对不对 然后 你骂头就问拜登 你这干什么 你就明说 对不对 你这是来搞事情的 对不对 不能说你搞个工会 我支持工会 你懂得意思吗 就因为特斯拉一直没搞工会 民政长支持工会 你明白吗 就是说 你要让工会进去 才行 我才能够让你来 我才承认你是卖电动车的 我才让你来 给电动车做这个标准 要不然的话 我就不理你 你知道吗 你能看出来 就是说 这就是工会和民政长之间的一种 那拜登能够这么公开的来支持工会 我想可能也与2020年工会帮助拜登 把工人的罢工压下去 很有关系 因为这太明显了 知道吗 你不能说你这个全世纪的电动车最有名 就是特斯拉 尤其前两年的时候 那几乎可能就就唯一就是特斯拉 别人没法跟他竞争 然后你给电动车执政标准 不要特斯拉来 叫了一帮燃油车来 对不对 就是典型的摆明了 就是说给工会站台实际上 对吧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种的 就是说政治交换 政治筹码 所以呢 你看看有时就两档在 这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你能把这些东西看明白之后 你才知道美国的这些政治 到底在搞什么 知道吗 你不看你看明白 你不知道这些两党到底在 在玩什么 知道吗 挺有意思的 好吧 这期先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